歡迎收看自然簡單,我是Scott老師 那今天晚上我們要上來是九年級的自然 就是九年級的理化,九年級我分為自然的部分 分為理化跟蒂科,那理化是前四章 五、六章是蒂科,那這一次我會先規劃 就是在暑期的話,因為我蒂科還在邊講葉 所以我把那個理化先上,上來一個進度的時候 我們再把蒂科給行接過來 好,那我們看那個在九年級的課程 那我們主要教的是運動學 我們看那個在講義的第一頁這邊 我們要教那個時間的測量,時間怎麼測量 我們教問同學好了,你怎麼樣去莫屬一分鐘時間會到 就莫屬六十秒,怎麼樣比較精準 方法很多種,有人就說那個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 這樣數到第六十秒,就是一分鐘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一些方式去測量那個時間的規律 所以怎麼樣的規律,才可以測出時間是正確的 不然大家念的不一樣,時間會不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念的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 我念的比較慢,那一分鐘就變得比較長 對不對?我念很快,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 我這樣念的時候呢,那個一分鐘會變得比較短 所以用這方式來去測量時間,肯定是不準的喔 一定不精準,那有沒有別的方式呢? 是有的齁,方法是很多種 比如說我們用那個練習鋼琴 有那種東西,這樣搭搭搭來回答 叫做什麼什麼鐘啊? 那叫做什麼什麼鐘,有沒有人學鋼琴的?知道那是什麼鐘的? 百鐘嗎?應該是百鐘吧 它會調那個速度有沒有,那搭搭搭 對,如果說那搭搭搭的那個東西啊 它那個搭比斯剛好是一秒的話 那很久這樣搭搭,這樣的話 這樣測量一分鐘就比較準確 所以你發現齁,只要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有規律,然後重複在 有規律,又要有規律 然後要周而復始,重新再開始 它必須要能回來,不能搭下去不回來 這樣搭,那就沒了,就不行嘛 它必須這樣搭,搭,搭 這樣來回這樣的話,才能夠做測量時間的一種工具齁 所以呢,我們用來測量那個時間工具呢 它必須有個特性齁,就是 它必須要周而復始齁 這樣的工具齁 它必須要符合這個條件,第一個是周而復始 所謂的周而復始就是說 它最好是可以一直重複在 在計時的齁 周而復始,這個是最好的 有最好啦,但是沒有沒關係齁 是有最好,因為有些條件發生是沒有這條件的 沒有周而復始這條件的 但是呢,這規律變化是一定要的齁 符合這兩個條件的話 它來當做一種計時的工具 就會比較妥當齁 像哪些東西呢? 譬如像那個鐘擺 鐘擺在晃動的時候,它是周而復始 對不對?而且它是有規律 那個來做計時器就很適當 好,譬如像什麼東西 像那個,我們課本有講那個叫日軌 什麼叫日軌齁 因為太陽它是東升西落 你就要想像一下,這是我們的低頻線 然後太陽呢,它從東邊 哪邊東?這邊東喔 東,東邊升起 這邊落下來,在東升西落的過程的時候呢 我這邊如果立一個桿子 立一個桿子的時候 那太陽從剛起來 從那個東邊剛起來的時候 這個桿子呢,它會造成一個什麼? 一個影子 如果是這樣看下來的話 這邊有個立體的影子 它有一個影子,就是乾影 它會從這邊 到這邊 到這邊 到中午的時候最短 然後到下午的時候 陸續又變長 對不對? 做亂畫的 所以呢,可以用這個 乾影的變化去測量時間 比如說我今天早上9點 就做個紀錄 9點這個位置 10點的時候 乾影這邊做個紀錄 做個位置 12點的時候 乾影這邊做個紀錄 所以下一次呢 只要乾... 好,雖然下一次呢 只要那乾影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大概知道要幾點 所以這叫所謂的日軌 是這樣設計的 好,所以呢 只要符合這樣的工具 就可以當作一種 測量時間用的東西 當然我們現在因為科技的進步 我們測量時間就沒那麼落伍了 我們當然用手錶 看電子錶 看碼錶 或是什麼時音錶 來去測時間就比較精準了 那早期因為沒有嘛 所以我們就會用很多一些方法來測時間 比如說一炷箱的時間 那什麼叫一炷箱 一炷箱大概多久 一炷箱大概就是15到20分鐘 你看那個是很不精準的時間 一炷箱大概就是15到20分鐘 叫一炷箱的時間 好,那個我們記錄一下 時間的單位 時間的單位的話呢 它主要分為這幾個 按照我們那個地球人的喜歡的一種計時的方式 我們分為年月十分秒 年月日十分秒 那關於這邊的換算呢 我覺得沒有必要死倍 但是如果你有倍是最好 就不用在當下再換算 不然就很耗時間 好,那什麼叫年 這年比較特殊 這年是說呢 我們地球會繞太陽公轉 對不對 要不要畫一下 畫一下好了 這是太陽 太陽在這邊 畫大一點 太陽 那地球是綠色的 應該是藍色的 好,那我們地球呢 只要繞太陽轉一圈 這樣轉一圈 就稱之為一年 所以地球繞太陽轉一圈 稱之為一年 稱之為一年 這什麼叫一年 地球繞太陽公轉 這樣叫公轉 轉一圈就稱之為一年 好,那什麼叫月 那月的話呢 就比較 沒那麼精準 那什麼叫月 其實月的話你不能說是 月亮繞地球公轉一圈 因為那公轉一圈的話呢 它的時間只有27.32天 所以那個沒有那麼精準 年月日 所以我們的月有分為什麼 大月跟小月 為什麼有大月跟小月 總不會說月亮繞一圈 一下快一下慢吧 那就是因為它的 它那個數字不是整數 不然像年也是啊 我們地球繞太陽一圈公轉 這樣一年 事實上我們每隔四年 就要論年一次嘛 那為什麼要論年 就是因為 繞一圈是365 又四分之一天 那每繞四圈的話 每四年 它就有多一天跑出來 它就要做個調整 好,年月日 那一天就24小時 一小時六十分 一分六十秒 它將換算過完的 好 那我們這邊寫一下 還有個東西 什麼叫太陽日 什麼叫一個太陽日 什麼叫平均太陽日 這很重要 這邊可以記錄一下 所謂的一個太陽日呢 但是說 太陽喔 它從正午的時候 最高點 到下一次又繞回到最高點的時候 這樣就稱之為一個太陽日 好,再說一次喔 什麼意思喔 比如說呢 我們站在這個地球的表面 這地表 那老師呢 我站在這個位置 那我就抬頭看看那個太陽 當太陽到我的正頂的時候 或是它在我的那個羊角最大的時候 因為我們像我們這邊是在那個桃園的話 那太陽就不會到正頂 為什麼 因為北回歸線只有到23.5度 北回23.5度 所以到嘉義那邊的時候 嘉義以北 因為太陽都不會在正上方 都會有點偏偏的 稍微偏南 因為我們在北半球 至於詳細的東西 我們上到地科站來講 比如說什麼太陽日呢 就這個太陽呢 它在今天的羊角最大在這邊 這太陽的位置 這太陽 今天發現了太陽的羊角最大是這裡 再大就沒有了 那下一次太陽 下隔一天的太陽呢 又回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羊角最大 什麼羊角 就是說我抬頭去看 有沒有叫羊角 有沒有什麼叫羊角 羊角就是說 我抬頭去看那個太陽 在我的羊角 羊角大 表示我頭要太陽高 對不對 所以在正中午的時候 太陽就在最高的位置 叫羊角就最大 有沒有 就變這樣子了 這叫羊角 羊角寫一下 不是那個羊的角 羊角 這樣寫嗎 真糟糕 中文 中文快廢掉了 羊角怎麼寫 好 羊角 好像這樣寫 怪怪的 羊角在最大的時候 到下一次 羊角最大 這樣的一個期間 稱之為一天 所以什麼叫一天 我們再解釋一次 就這一天的太陽的最高點 最高點 到下一天 到隔天的最高點的時候 這樣稱之為一天 所以一天不是說你白天到晚上 不是喔 一天是說呢 他的正中午 太陽在最高點的時候 到隔天的那個最高點 這樣稱之為一天 那叫一個太陽日 那什麼叫平均太陽日呢 因為太陽日的長短會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太陽日呢 會有長有短 所以呢 我們就取平均 叫稱之為平均太陽日 那平均太陽日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定義為 它是24小時 就一天是24小時 那換成分有幾分呢 給它乘60喔 一小時60分 乘60之後呢 它是1440分 那換成秒呢 再給它乘60 所以變成 8-6-4-0-0秒 你說要不要背喔 我都感覺是不用背 真的遇到再來去算也可以喔 但是因為這個章節的考試 很容易考到這種換算的問題啊 所以有背有比較快一些啦 所以你想背你就背 不背不勉強 因為這可以自己算嘛 一小時變成分成60 一分變成秒成60 所以就變這樣子了 那這個稱之為平均太陽日喔 考試很容易這樣考你喔 他說一個太陽日就是20小時 錯的喔 為什麼錯 因為不是一個 我剛剛說太陽日它有長有短 它叫平均 記得是平均 是平均太陽日才是20小時 也不能說一個 因為那一個可能它不是20小時 可能多可能少 會有些誤差在 那只有是平均太陽日的時候 才能夠取20小時 這稍微注意一下 這稱為平均太陽日 好再來呢我們要介紹的是那個 時間軸喔 好這邊有問題 好再來我要介紹那個 叫做所謂的時間軸的問題喔 那這個東西這邊要先講 因為我們後面在教那個速率 速度問題的時候 有些時間問題喔 你這個時間軸不懂 那邊的思考會出現問題喔 所以叫時間軸 我這邊做一個整理喔 那如果說你拿到講義的話 這有些東西是沒有在裡面的 你要自己做筆記喔 什麼叫時間軸 我這邊畫一下 來 一般我們都設定喔 T叫時間 所以看到T什麼意思呢 T的代號稱之為時間 以後就不會寫時間 就會寫T 因為Time嘛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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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時間 所以以T做代號 好那這個時候呢 什麼叫第一秒內喔 0到1秒這邊 稱之為第一秒內 所以第一秒內呢 指的是0到1秒 叫第一秒內 那第二秒什麼叫第二秒 1到2秒這個區間 就稱之為第二秒 所以所謂的第二秒 不是這個地方 是這個地方 1到2秒之間 稱之為第二秒 好那 什麼叫第一秒末 這個位置喔 就稱之為第一秒末 第一秒末 那這個位置呢 稱之為第二秒末 就第二秒結束的 叫第二秒末 好 那 這兩個呢 又稱之為一瞬間 好 一瞬間呢 就是很短暫的時間 所以它也可以稱為一瞬間 好 所以一秒末 二秒末 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這一秒內呢 也可以稱之為是一瞬間 通常我們考試的時候 什麼叫一瞬間 就是那一秒之間 就一下子很快 叫一瞬間 好那再來呢 所謂的那個 三秒內 跟第三秒 這兩個是不同的概念 好 好所以不同的不相等喔 不同喔 那什麼叫三秒內呢 三秒內是說呢 它從零秒開始到三秒結束 它是零到三秒 所以三秒內的話呢 它指的是一共有三秒 就共三秒 這樣夠精準的 三秒內 它指的是零到三秒 一共有三秒的意思 叫三秒內 好 那所謂第三秒呢 它是這樣子 它從第二秒開始 到第三秒末 第三秒什麼意思啊 二秒開始喔 到三秒末結束喔 稱之為第三秒 那這邊呢 它只有共一秒而已 所以第三秒就只有一秒 那個時間 只有一秒的時間 叫做第三秒 那三秒內指的是零到三秒 還共有三秒 這那個時間軸的部分 這樣搞得清楚嗎 這樣搞得清楚嗎 OK喔 可以喔 好來這樣我要教那個 前例略的單白的問題了 那個單白那個是個大問題 就是我們那個整個第一章的一個重點 它來講這個單白的等時性 我把這個黑板寫一下好了 好吧 我寫完之後我們再來做介紹 這邊要畫圖喔 所以說你手邊如果有筆記本 可以把這個重點給寫下來 因為都很重要 其實我不大喜歡寫黑板的 因為很多字要寫啊 所以會寫都不得已 都是重點 所以務必要抄下來知道嗎 好 這叫單白的等時性 那單白等時性啊 它其實是那個切綠略 他在那個教堂做禮拜的時候 可能那個神父也講的不怎麼好講 不好聽啦 不是 一般神父都講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那你就會聽他講故事 你就忘記觀察周遭一些事情的 那可能當天那個神父講的並沒有那麼精彩 所以切綠略開始就發呆無聊面看 他發現那個吊鐘 那個就是在教堂有一些掛的那個 那個不是吊鐘啦 那個吊燈吊燈在晃動 晃動的時候發現它有個規律在 然後就去研究它 就變成這個東西 單白的等時性 大概這樣來的 所以那個單白的等時性是全力它提出來 不過全力還有一些很大的一些 天文學的一些貢獻 天文學 好先畫一下那個單白的部分 好了嗎 好了齁 好 那這個是那個單白的等時性的 單白的一個結構圖 那這是繩子 掛了這道擺錘 什麼叫擺錘 就是那個金屬那個東西很重的那一個 那一圈圈 所以擺錘 那它會開始晃動 我們這樣拉起來放掉 它這樣晃動 晃動的時候呢 什麼叫做完整的擺動 比如說我今天從A開始放手之後 它這樣子過去又回來 所以有去有回 稱為一次完整的擺動 所以完整擺動什麼意思呢 它是AOBOA 這位考選擇或填充體要注意一下 從它完整擺動 有去有回 從這邊出發的話呢 A到O到B 然後再回來啊 BOA 就是AOBOA 這樣子來回稱之為一次完整的擺動 這個叫擺角 一般那個擺角呢 我們會給他寫一個那個 佛他叫C大角 叫C大角擺角 那通常呢 這個擺角是不影響 這個擺動的一個來回的一個時間 這個擺角呢 我們限定它是一個小角度的擺動 這小角度擺動呢 它就是來回這樣擺動 它那個時間是等時性的 何謂等時性 就是說它擺動每一次來回的時間 都相等 所以稱之為單擺的等時性 我們剛剛說 那個在擺動的時候呢 從O到A O到B 就稱之為擺動的幅度 也稱之為正幅 那因為都是跟擺有關係 所以又稱之為擺幅 所以你看這邊有擺長 叫它的長度 擺錘 這它那個重量的大小 一般講擺錘也講它的重量大小 不過事實上我們發現 這個重量大小 它不影響它的擺動的時間 那角度的話呢 也不影響 只要是小角度的擺動 都不受影響 那進來就是那個 但是擺長會影響 我們擺長越長的話呢 它的周期就越大 那什麼叫周期喔 它一次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就稱之為周期 所以擺長越長的 它擺動的就會 就是時間會越久 你擺長越短的話 它的擺動就比較快 因為它的周期比較小 就時間會比較小 所以擺動就比較快 所以這個擺長 擺長會影響到擺動的時間快慢 周期大小會受影響 但是擺錘本身重量不影響 你今天給它掛1公斤 掛5公斤 掛10公斤 它來回的周期 那個時間都一樣 那角度也是 角度不影響 只要是小角度擺動 不管你這邊放的是5度 10度 8度 這樣晃動的時候呢 它的來回時間也都是一樣的 所以擺腳不影響 只有什麼 只有擺長會影響 擺長越長的話呢 它的周期就越大 就是它擺動的時間會比較長 好 那講到周期 我們來解釋一下什麼叫周期 同學給我把它抄下來 因為這都很重要 周期的代號是T 那什麼叫周期 它就是完整震動所需要的時間 我們簡單這樣寫 就是來回一次的時間 這稱之為周期 這稱之為周期 什麼叫周期啊 來回一次 完整震動一次的時間 就稱之為周期 好 那周期的話呢 它可以怎麼求 它可以這樣做計算 周期 周期 周期的公式呢 在做計算的時候呢 它是用時間去除以它的次數 時間 一般是秒了 一共換幾秒 用總時間去除以總次數 就稱之為周期 所以出彎的結果就是一次要幾秒 所以來回震動一次要幾秒 我們就稱它叫做周期 那什麼叫周期 一次要幾秒 好 那有周期就講到頻率 什麼叫頻率呢 頻率的代號呢 就是F 小F 頻率 頻率它這樣子 頻率我們這樣想 它是每單位時間內 它所擺動的次數 就稱之為頻率 每單位時間 因為是每單位時間 比如說每一秒 每一分鐘 叫每單位時間 每單位時間內 它所擺動的次數 好 看喔 什麼叫頻率 頻率就是說呢 每單位時間內 這個每單位時間內 可以想為每一秒 每一分鐘 通常是每一秒 每秒內 擺動的次數 這樣稱之為頻率 那公式怎麼寫呢 公式跟周期的剛好顛倒 所以頻率的公式 我們這樣寫喔 頻率的公式 就是它就是 它就是用次數 次數去除以時間 用次數 去除以時間秒 那除完之後呢 就所謂的頻率 所以那個頻率的單位啊 一般就是幾何 HZ 就稱之為那個頻率單位 只要頻率啊 它除完那個單位 我這樣寫 單位我寫這裡 所以這個單位呢 就是一次要幾秒 就是單位就是秒 就是比如說 周期有幾秒 3秒 什麼意思一次3秒 周期寫2秒 一次2秒 0.2秒 一次0.2秒 就稱之為周期的單位 就是直接寫時間就好了 那頻率比較特殊喔 它的單位呢 你要寫HZ HZ就赫啦 或赫茲 好 這都所謂的頻率單位 可以寫HZ 或寫赫 也可以喔 這要頻率的單位 所以你發現喔 周期跟頻率的公式 只是剛好上下顛倒 所以沒有錯的喔 周期跟頻率 剛好互為倒數 也就是說喔 T跟F互乘就是1 周期跟頻率 互乘的結果 答案是1 這個我們記得 在講波的時候 有教過對不對 頻率跟周期的概念 應該有啦 所以當作是複習 好不好 那既然是複習的話 我們就簡單先這樣講過了 什麼叫周期一次要幾秒 什麼叫頻率一秒幾次 就每單位產生的幾次 那怎麼求頻率呢 用它的次數去除以秒數 次數去除以時間 怎麼樣求周期 用時間去除以次數 所以那個周期的話 它的單位就是秒 比如說它寫個周期0.8秒 就是震動一次 來回一次 要0.8秒的意思 那這個是周期跟頻率的定義喔 這邊有沒有問題 我們剛剛選完那個什麼叫周期 什麼叫周期 就是它來回一次要幾秒 稱之為周期 那記得這個單白的等實性喔 它的周期 所謂的周期 就我剛剛說 它在擺動的時候 來回一次呢 稱之為周期 那這樣來回一次 就稱之為周期 這個周期的大小就說 這來回一次 它的時間長短 就稱之為周期大小 這周期大小呢 它只會跟擺長有關 比如說你擺長越長的話呢 它的周期就越大 來回一次時間會比較久 那擺長越短的話呢 它的周期就比較小 來回時間就會比較快 時間會比較小 所以呢 它擺角擺幅跟 擺 這是擺垂才對 不是擺長 寫錯字了 它跟擺長有關 是跟擺垂無關 跟擺垂大小無關 什麼叫擺角 這角度大小 跟周期沒關係 只要是小於10度的 不管是5度6度9度8度去晃動 它的周期都一樣 什麼叫做擺幅 就是震動的幅度 叫擺幅 比如說這個擺垂 就這個的重量 這重量大小 都跟它的周期沒關係 所以我們的周期 只跟擺長有關 這樣記就好了 這個周期 單擺的周期 它只跟這個擺長是有關係的 只跟擺長有關 其他全部都無關 這樣知道嗎 這是那個單擺的等時性 好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好了 好 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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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